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所谓的即时文学原则上就是 特别是台湾在这几年来有许多的这种职业 那么是我们过去比较没有听说过的 那过去我们反而过的职业相当多了 我们刚才在聊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职业 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的这位作者 他的职业非常的特别 但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 这个有一首歌叫总有一天等到你 这个其实一定会等到的 生老病死 我们今天还是要来谈死亡这件事 那死亡这件事呢 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 需要这位朋友的帮忙 那么他在这一阵子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这出版社名字非常的特别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 叫做台湾游读会 台湾游读会 那么台湾游读会 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我们待会下一节我们再问一下 我们今天陪同他的另外一位同事 这他可能比较清楚 作者通常都不清楚 为什么出版社会叫这个名字 那么这位作者呢 他是安琪 李安琪 那么安琪呢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打扰了 我是大体化妆师 大体化妆师 各位 我其实上礼拜知道 我要采访安琪的时候 我对于这个职业 我就非常的好奇 虽然我不是水瓶座 也不是天蝎座 但我对于神秘现象 都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我们刚刚一来 我们在聊天就说 我们要不要来聊一点鬼故事 我们今天来谈 今晚就是鬼话连篇好了 但是但是这个工作主要不是在谈这个问题 这是我开玩笑的话 重点是我们对这份工作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了解 但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这是安琪在写这本书的初衷 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透过 他从业20年以来看过的故事 或他真实面临到的一些情感上 这些生老病死的一些状况 来跟读者或者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做一些说明 我们先问安琪 安琪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琪 我是你第几个访问的 就是第几个访问的广播的主持人 其实已经有点不清楚了 你看吧 其实很多 你们出版社真是太厉害了 我出书的时候出版社都没有这么厉害 我要换出版社 太可恶了 等一下我的同事就会打断来骂我 其实对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来聊一点有趣的东西 就是你自己从事这个工作20年 从你书里面讲 这跟你的父亲过世有点关系 对 当时你是毕业之后就立志要从事这个行业 没有 我是其实一开始做新娘秘书 对 那因为是从小我就看过爸爸的死亡 其实他脸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洞 他是车祸 对 可是那时候我四岁 其实对跟爸爸的相处的那个记忆印象 不太记得了 可是我却对他最后面那一个脸 非常印象深刻 害怕难过 对 还是什么 就是 那个情绪 惊讶吧 因为小朋友也不懂 只是觉得说 奇怪 爸爸的脸上怎么会有一个很大的洞 对 但是他的那个面容就一直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忘记 对 那是因为说进入到殡葬业之后 我那时候看到那种车祸往生的往生者 然后其实他被撞得稀巴烂这样子 那时候我就有联想到爸爸的脸 那 那时候我就哭了 所以你从心秘为什么会转到这个 为了钱 对 你在书里面有讲 为了钱 看到第一笔钱进来的时候 觉得超开心的 对 可是 其实说真的 就是要转到这边来 他需要有一些心理障碍要克服吧 对 我是其实是边工作 然后边克服 对 我其实之前要进入到这个殡葬业 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只一股洒劲觉得 有钱赚 钱还蛮多的 我就进来了 但是20年前 这个行业还不是很普遍 就是据你一开始的描述是说 你在从事行业的公司 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这种事情 对 所以你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机会 比如说我在做新秘 新娘跟往生者总是有一定的差距 对 差很多 那你当时是谁来找你 那怎么会有这个勇气 即使说钱比较多 对 我觉得是缘分吧 缘分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看到电视上 一个很漂亮的女主播 她就讲一句 一滴美容四月入十几万 我就因为这句话 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来试试看 然后我就开始 开始就跟我妹妹 跟身边的朋友说 有没有认识殡葬 也帮我介绍 就不到一个礼拜我妹妹就刚好就帮我问道 是 对 然后就刚好这个机会 所以我就进入到公司来 这样子 那那个 应该说替活着的人美妆 跟替往生者美妆 其实那个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要克服 你第一件在做的时候 第一件 二十年前 你碰到这位往生者 你会害怕吗 那时候其实是有点惊慌失措 有人带你吗 没有 因为全公司都只有我一个化妆师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很慌张 因为我看到那个爷爷是眼睛张开的 然后他脸上就是布满很多种颜色 也就是我们说的尸体的变化 那是我在新娘子身上看不到的 当然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这样子 我就觉得说 这到底怎么搞的 然后他眼睛这么张开 那是不是人家讲的死不瞑目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所以我那时候是有时试着去拉他的眼皮 可是还是会弹开 所以我那时候是很惊慌失措 拉着看到比如说李助理啊李医师 我就拉着他们问说 怎么办 他眼睛张开了 他是不是死不瞑目 然后他脸怎么那么多颜色 那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这样 那时候就很害怕 对 然后后来就是他们都觉得说 你是化妆师的 你怎么会问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会画啊 对啊 那后来我就是只好硬着头皮 就是尝试的画画看 对 然后眼睛也是硬拉硬拉这样子 还勉强稍微盖一下 你们不能跟他讲说 伯伯我今天是来帮你做最后的化妆的 希望你眼睛可以盖起来 这尝试这种有没有用 我那时候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可是通常是不可能 硬拉他应该会生气 对 虽然他已经走了 对 所以那一天很害怕 很害怕 因为我就觉得说 我那个压力好大 为什么这遗体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画了多久 可能画几个小时有 几个小时 跟你后来的速度差距应该很大 非常大 我现在大概不到五分钟就可以画完 五分钟 所以那一天画了几个小时 印象中可能两三个小时一定跑不掉 然后画完以后 就是你觉得 就是家属对于 就是他后来的状况 你觉得他们怎么想 还是没有接触到 没有接触到 那个时候没有接触到 OK 对 那时候都李仪师挡在最前面 对 除非是太夸张了 因为我之前也是有遇过那种 把那个爷爷画得跟 画得跟那个童男女一样 就是 不是 我们在想象当中 不是有什么精童玉女 对 就类似那一种 那种画法 对 就是两坨腮红圆圆的 皮肤很白这样子 对 这样就不好 不是很好看 对 因为我那时候就犯了一个蛮大的错误 就是我会把新娘子的那一套彩妆 用到亡生者身上 这到底有什么错误你告诉我 完全不一样 你总不能换两个腮红好多了吧 我完全不一样 因为新娘子就是这样白白很漂亮啊 可是你想一下 如果是这个妆放在那个爷爷的脸上 真的不能看 你把它画得像正常人一样就好了 可是那时候就 应该是说 亡生者的皮肤 跟我们不一样 对 所以说你的脸上上了什么颜色 它是没有办法有一点那种 经过皮肤 它会稍微矫正一下 它是没有办法 所以它会变得更常白 比如说你一样的粉底 如果在新娘子的身上 你给她画 跟她差不多肤色的粉底 给她画上去 那可能就是很自然 很漂亮 可是如果是往生者 因为她脸上颜色太多了 那我那时候就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 就找一个最浅的 那个粉底 就把它盖上去了 盖上去之后 就看起来脸很白 对 然后很恐怖 然后因为有一些地方盖不掉 你就会拼命一直压粉 一直加 一直加 所以那个粉底越盖越厚 所以看起来就有点像僵尸这样 然后再刷上腮红 这就看起来很怪 那通常是这样 就是你这些知识后来要怎么学 后来我就觉得不太对 就觉得说为什么 画爱新娘只是这样子 画往生者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我那时候意识到说不太对劲 所以我就开始去想 然后去观察人 就开始身边的人走来走去 我就一直去观察 如果要把往生者画的跟活人 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那个要学吧 那个东西有很多的 比如说色彩学啊 对 或者有所谓的化妆品的这些概念 应该不是观察就可以得出来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化妆品应用 那时候大学是念这个科系 对 所以我后来是一直在观察 因为还是会有落差 所以你只有经验 对 我就开始慢慢去观察 慢慢去试 对 所以刚开始给我画的那些往生者 其实还蛮倒霉的 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其实都是一个过程 对 后来可以让很多人开心 也是一个方法 好 我们进广告 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我们今天要访问一本 我们连个广告时间聊的时候 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但是这是我们必经的道路 这个 就是我们讲说 这本书叫做 打扰了 我是大体化妆师 很有礼貌 我们先说打扰了 很像日文里面的 反正我日文不好 我就不讲了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这是由李安琪 安琪她写的这本书 她的职业是大体化妆师 她已经在这个职业里面 做了20年之久 这时间真的是蛮长的 一个女孩子能够 在那么年轻 就挑战这样的工作 其实勇气真的可嘉 那么这本书呢 事实上来说 其实非常有趣 也非常感人 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 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那我们刚刚对安琪 为什么会进来这个行业 稍微做一下描述 但接下来我们要请教安琪的是 你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 我觉得其实在很早之前 我就很想写了 对 只是那时候还没有遇到 我们的出版社这样子 不会 你要找很简单的 我帮你介绍 我们下一本呢 不是 出版社同仁还在这里 我跟你讲 我们两个都一样 负面情绪多了需要出口 所以就会想要写 像我也会写一些改编的故事 就是你可能五六个故事凑成一个 对 因为你也不能去泄露很多人的隐私 你就五六个故事凑成一个 变成一个故事 去跟你的读者或是跟对我们这个行业 有一点好奇 有一点兴趣的人告诉他们说 我负面情绪好多啊 因为这故事真的是蛮恐怖的 或者蛮伤心的 或者蛮感人的 所以你当时的想法很久以前就这样 对 我很久就很想写了 然后因为有时候一些特别的经历 我会有写小笔记的习惯 我会稍微把它记录一下 对 那以后就会变成是我在回忆的那个过程里面 会比较容易去回忆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对 所以那时候当出版社后来就跟出版社联络之后 就那时候就在想 想说我到底要用什么角度去写这一本书 那原则上我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在2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是从一个有点自闭的人 然后甚至不喜欢交际 然后不喜欢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人 然后进而变成就是比较乐天 然后比较开朗 然后算是生活的这个部分也跟过去不太一样 那其实我觉得在往生者身上或是在家属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对那我就觉得说我这样子的一种生命体悟 我觉得如果是只有我一个人 这样自己在那边品尝 我觉得是希望就是说让更多人能够知道这些事情 对然后让希望说借由这些往生者的故事 然后给各位读者 然后能够算是好好的想一下自己的人生 该怎么去过 对不要说有一些遗憾存在心里面 是所以就你自己来说 你怎么去挑这些故事的 就是写在书里面 因为一年大概你可以做几个大体的化妆 大概一年平均几件 像我一个月至少都 像我现在算是做SPA 以前化妆比较多 以前一个月光是一个月就一个一两百件了 SPA 大体SPA 对大体SPA 所以这个书里面 以后我做SPA我会想到这件事 人都会变大体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一个月大概几件 SPA的话一个月大概六七十件 我们待会再来讨论SPA 我是说六七十件 那以前如果还没有做SPA的时候 你是做化妆的时候 单纯化妆大概一两百件跑不掉 你看一年大概两千件 假设 你为什么可以选出这一些案件 那个当时想写的题材是怎么去想的 我那时候题材就想说稍微有一些变化 不要就是一昧的可能都感人 或是一昧的恐怖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就个别挑出一篇故事这样子 个别挑出恐怖的一篇 然后比较惊讶的一篇 然后感人的一篇 甚至觉得对我来讲就是 觉得那种不可思议的那种一篇这样子 不可思议对我对不可思议最有兴趣的 所以呢其实在你的整个过程当中 选材是你自己选的 然后就是把你笔记当中比较特别的选出来 那在写作的整个时间你大概花多久 因为工作比较忙 其实我没有认真在每天都在写这样子 大概前前后后大概整理差不多一年吧 差不多有一年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很特别 做这个行业是你主动出籍 对 找出版社也是你主动出籍 算是因缘机会刚好缘分来了 刚好对刚好因为我自己的同学 大学同学 然后就是有刚好也是出版社的一个作者 对然后刚好把出版社 就是跟我算是对接然后看我们聊聊看看 看看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火花这样子 是所以在这里面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题材 不过就你自己来讲 其实你到了几年之后 你才开始把这个恐惧的概念把它给拿掉 大概过多久 大概我觉得差不多五年左右吧 五年喔 对 五年就是在这一到五年间 你接触到往生者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都是害怕吗 还是 我觉得压力居多耶 压力 对 因为每一个往生者状况都不一样 他们也有各自他们的故事 然后家属也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尤其是遇到那种比较困难的 困难需要修复的 对那有一些家属情绪就比较激动 那病人就是会成为我的压力来源 因为每一个往生者的一个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先跟家属沟通 第一步 对 当你接到案件的时候 第一步跟家属沟通 对 那么沟通的话 通常大概这个时间会花多久 不一定 要看状况 对不一定 对 然后必须要 比如说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他亲人现在是什么状况 那我能怎么做 对 这个部分稍微简单的沟通一下 那有一些家属他比较理性 他能够理解 但是有一些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他希望你就是还一个原本的那个样子的 那个亡生者给他 对 但做不到也没办法 对 对 所以这变压力会很大 那主要只有针对脸部吗 其他的部分呢 其他身体都有 对 但是 对 但是家属是比较在那个脸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通常 如果脸部五分钟 脸部 那正常的 那如果说有一些车祸什么的 那个就不一定了 就要看状况了 看状况 对 所以整个评估起来就是 你现在 当然啦 以您现在的状况应该是看到了大体 应该就可以判断你需要多久了 对 对 但是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觉得最累的是哪一个部分 沟通吗 还是实做 我觉得实做 实做最累 对 实做最累 就是那种压力 对 然后跟时间赛跑的压力 对 就是说也会比较累一点 通常那要多久时间 每个家属要求都不一定 就是说多久家属会来找你 都不一定 都不一定 因为有的当天的 嗯 或者可能隔一两个礼拜 当下的都有 对 对 然后最主要是 就是修复啦 我觉得最麻烦就是修复 不管他伤了什么情况 最好就是八小时以内都要修复完成 是 对 不然会有尸体的变化 对对对 那材料的部分跟活人会不一样吧 会不太一样 差很多吧 对 像我们材料都是美国进口的修复的专门的材料 重点应该不是美国进口啦 重点是那个材料 比如说这个粉跟那个粉用在活人身上 跟用在往生者上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那那个东西你是自己去 也是去找的 找 嗯 就是自己去看资料 自己找 对自己去找 还是有前辈可以教你 也没有 我那时候找蛮久 因为那时候 因为毕竟国外还是比我们台湾还领先这门技术啦 所以我专门那时候都去找那个遗体专用的材料 嗯 彩妆也是 嗯 对 那那一开始20年前网路还没有那么厉害的时候 对 那时候也是一直问一直找一直一直试这样子 嗯 对后面才找到就是国外进口的 嗯 对 赚这个钱不轻松 不轻松 对所以你被骗了 一开始告诉你高薪 事实上来说高薪是要付出代价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自己的选择啦 对 但是 也有人跟我讲说你材料会不会用太贵用太好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对往生者我觉得 这种尊敬 对对 所以其实一年 你看我会对那个有兴趣 一年等于说如果是2000到3000的这个数字的话 嗯 事实上来说 嗯 你每天要承接的压力其实真的是蛮高的 蛮高的 对那甚至你一天 可能要处理 很多 三 对 对 三到五吗 对 三到五 嗯 其实等于你一天的工作时数相当长 很长 很长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呃就是心理的实现的压力比较大 还是说完成成品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完成成品的压力比较大 那完成成品之后家属会来看 会会一定要看 那看完之后 其实就你过去的经验来讲 生气的比例的比例高吗 不高大部分都是很满意的 对对 好 所以其实就这个部分来讲应该这二十年来你真的是造福很多人 不敢当 不 真的是这样 对 因为能够看到自己呃 因为会去做这个事情的大部分对于往生者都有一定程度的 对 怀念或是感情 那能够让他们最后面看到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对 那是有一种悲伤疗愈 对 没有错 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来 就要来聊这本书 他提到的一些感人 或者有一些特别的故事 我们待会就请安琪再跟我们介绍 欢迎回到酒吧秀文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我们今天是来阅读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挑选的这本书叫做 打扰了我是大体化妆师 是由李安琪 安琪来我们写作 那么这本书是由台湾游读会 这个出版社来帮我们出版的 那么就这本书来讲 我们刚刚大概聊了一下 安琪的心路历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 就安琪你自己 因为这些东西 一定都是你印象最深刻 你才会挑出来 不然你看哦 一年假设是两千件一千件 对你来说 每一件都很特别 每一件都是你亲手 非常珍惜的故事 但是如果硬要讲一个 你印象最深刻的 大概会是什么 我那时候 原本有服务一位往生者 是一位男生 跟我接触的人是他的太太 他们是没有小孩的 然后那时候其实太太就把我约出去 会有这种状况基本上是很少的 基本上我们通常都会是在比如说礼仪公司 或是在那个王胜哲的灵堂面前 如果有什么需求需要我特别注意的 那我们或者是电话 那我们就聊一聊 大家就可以知道 可是那一位呢 他很特别 他就是把我约出去喝咖啡 而且咖啡一杯很贵 对不是那种一般的咖啡 就是去高级的那种咖啡厅 那后来我就坐下来 坐下来就跟他聊 那当然那一天聊的其实都很正常 比如说他会给我看他先生的照片 说他希望就是说怎么样帮他先生打扮 那后来我们就是聊了 聊了这样子一个下午 聊一聊之后 后来我们就分开 分开之后呢 等于说后来我们就帮他先生做这个SPA了 我们没有讲SPA SPA是什么 对对对 到目前为止我刚要问SPA是什么 就帮大体洗澡化妆有一整套的 还有精油按摩 就是他不只是化妆 最简单是化妆 但现在是包含洗澡 着衣 对 等等的服务 就全部的这个服务 对还有按摩 精油按摩那些一整套的 对 那后来就是那一天 巴SPA结束之后 隔隔没多久 他又打电话给我 然后又约我出去见面 那那时候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聊的内容就开始有一点奇怪了 我本来一开始以为是说 我也知道说因为失去亲人嘛 我们总是要让他有一点时间去经历那个悲伤的历程 对 那后来我就陪他聊 我觉得说我可能可以陪着他这样子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会这么印象深刻 是后来这个家属他自杀了 对而且是成功了 那他的阿姨来找我 来找我 甚至他有写了一封遗书给我 对 那因为我们在第二次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刚刚有提到说 他聊了天就很奇怪 他内容哪里奇怪 对他比如说他说 如果我往生了之后 你可不可以答应帮我化妆 通常 对啊 你当下没有想特别想法吗 我那时候问他说 为什么你会这样这么问 他说没有啦 因为我想要给我 跟我先生一样是同一个化妆室服务这样 我信得过你的技术 然后我就那时候也有跟他开玩笑 就是说 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 搞不好说我先走 对 我说如果我 其实那时候没有想很多 因为后来就开始跟他聊天啊 然后他也是会笑啊 就很正常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奇怪的部分是这一部分 就是他跟你提到说 他希望同一个人来帮他处理 对 然后也有聊到就是说 我怎么去看待死亡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 我是不是觉得就是说 死亡是一件可以让人家遗忘的事情 那我是说没有办法 我说只能是说时间会慢慢的流逝嘛 但是他会以一种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 去看待这个死亡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不可能去把我们往生的情人遗忘掉 OK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聊这个部分 我只是觉得他突然这样说 我觉得很怪 对 然后所以说当他真的自杀成功了之后 他阿姨来找我的时候 我那时候觉得怎么会这样 对我一直觉得说 他可能需要时间 或是说因为他那时候也有说 他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啊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家属我很想把他就是跟他做成是一种朋友这样 因为其实这种关系很微妙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他的 而且他感觉也很信任我 可是后面就变成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其实我那时候也有受到打击 一定会 对 我有我的客户 官司达到一半 他也寻求了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也难过很久 那个是一个 你会觉得说 我当时 就甚至有些会自责 对 我会觉得当时如果我在留意什么就好了 虽然那不见得是我们的责任 对 那你就是还会去想这件事情 对啊 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那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遇过 这大家都很好奇的事情 我从节目一开始就想要请教你 你到底有没有遇过我们一般人 就是遇不到的比较难以解释的事情 有啊 例如 很多耶 很多 对有一篇我已经写在书里面了 是 对我在想说那往生者 可能算是还蛮爱我的 他不敢献身给我看 因为献身给我看 我可能会跑掉 因为我自己蛮怕鬼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对 他们都喜欢在梦里面跟我偷梦 这个可不可以解释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还是真的 真的 例如说举一个梦境 后来你怎么证实 我举一个我书里的那一个故事 那他就是 其实我就一开始我是做梦的 我就梦到我在森林里面散步 然后后来我的电话就响了 那我想说电话响很正常 因为我们殡葬夜就是 常常电话会响 我就接起来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可不可以请我化妆 那我说化妆当然没有问题 那我在梦里我就在想说 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个往生者 这样可能是家属打电话给我 就后来聊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是往生者本人 那我就想说 他人家跟我开玩笑吗 怎么可能往生者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就包含把他的名字 还有他在哪里都跟我说 还有把他家里的一些状况都跟我说 你为什么记得起来 不是做梦通常 那个梦好清楚 所以你起来之后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 对 我就立刻记下来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 这特别 对 很特别 然后我就把它记下来 那一直记 然后等于说 我到了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还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那后来就李医师说 看我在发呆 就问我说 你在想什么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做了一个梦 很奇怪 然后我就 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他说 你不会打电话去 他不是跟你讲在哪边吗 你就打电话去求证 不是就好了吗 他有留电话 没有没有 他刚好跟我说 他在哪一间医院 在台中的某某医院这样子 对 那那时候我就想说 对好像在那个梦里面 往生者也有跟我讲 叫我去求证 对 那后来我是因为这样子 我就说好 那我就打电话 所以我就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然后刚好那一间 往生室 也是我们隶属我们公司的 所以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他 我就跟他讲说 你们这边有没有 一位往生者叫某某某 他就跟我说 有啊 怎么了吗 他还问我说 你是他朋友吗 我就说 我不是他朋友啊 他不是我朋友 是我做梦梦到他 猫骨肿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 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后来你有帮他服务吗 有 服务完 那我们来感谢你 没有耶 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对啊 然后那时候因为有跟家属通电话 那时候我刚好打过去的时候 他说家属就在旁边 那我那时候就跟家属讲 所以有跟家属讲说 你妈妈有一个很特别的嗓音 有点像烟嗓声这样 比较低沉 然后沙沙的这样子 这个理解 对 然后有跟他形容 然后妈妈跟我说什么 说你家里的状况什么的 家属就崩溃 就大哭了 对 这个非常特别 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奇怪的现象 有 也是有耶 我一直觉得往生者其实也会保护着我们 怎么叫保护着你们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之前 我那时候 有一次 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工作 然后那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 我们是从基隆 然后开车要往内湖的方向 然后去服务下一个往生者 那其实我们 就是坐大体SPA的美容师 我们一次就出三位 那我就坐在副驾驶座 那我们另外一个开车就坐在那个驾驶 那边一直开车 那那一天呢 我们一直跟在一辆大车子的后面 然后这中间呢 也没有换车道 我们就这样一直行驶 然后就行驶到 我们就聊天也聊得很开心啊 就突然我那个同事 就把那个车子稍微撇了一下 他撇了一下那个瞬间 前面的车子的那个大铁 就铁条非常长 就这样从我的副驾驶座的玻璃 像旁边这样咻过去 就距离我很近 就从我旁边玻璃咻过去的时候 我就尖叫了 我就问我那个同事说 你怎么知道铁条会射出啊 你赶快撇一下 他说我没有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方向表会自己撇过去 我也尖叫了 这太可怕了 很可怕啊 就上那个绝命终结站的感觉 对啊 对啊 那时候吓到整个一直在发抖 这叫做福报 真的 我觉得不见得是这个 往生者或下一个往生者 那比较像是 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其实刚刚我们不在聊吗 这收入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真的 对 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要有非常多的功德心 你随便做也可以嘛 认真做也可以嘛 反正大家觉得 就往生了 就是蛮好讲的 但如果你认真做的时候 我觉得任何的工作 认真做都会有福报 因为你工作都在帮助别人的 所以当你认真做了某些工作 不只是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 任何工作都一样 他会有一些 潜在的福报 会不小心出现 对 就住此类的很多 对 对 所以 有没有让你害怕的 害怕的 害怕 没有 就是往生者吗 我也是托梦 也是做梦 那他干嘛啦 他为什么让你害怕 他来恐吓我 可恶 他为什么恐吓你 他就说叫我要把它弄 好不然 他让我下地狱 连死了都要恐吓 这个他生前职业做什么呢 没有 他就是一个年轻的妹妹 那何必呢 对 可是因为他太注重 他的那个面容了 后来是听他家人说 那好 你帮他弄好 他有没有跟你说谢谢 没有 他只有去跟阿嬷的梦里讲说 他那个脸已经好了 可以半告别事了 OK 他还是满意的 但不要这样 所以当下你很害怕吗 很害怕 因为连续两天都梦到他 连续两天都来找你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怎么这样子 不太好 不要恐吓别人 好 那么听完这么多的故事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后来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我们今天访问到这本书叫做打扰了我是大体化妆师 由李安琪安琪来为我们这个介绍这本书 那么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 所以我要请教她这件事是 你在工作这二十年来 你自己的对于不管是生跟死或者人生哲学上 你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体悟吗 我觉得人生不要把自己过得那么紧绷 其实我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 我觉得发现很多人都是在生活的一些小季节上都斤斤计较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人死了什么都没了 对对对 对不需要这么计较 然后我觉得这是算是比较改变我一些比较大的一种想法 另外我自己也告诉自己就是 我们不要就是把一些遗憾建立在早知道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做 然后可能那种像前一阵子不是人气掉下来人就往生了 对对对对对 对我就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们人生当中就不要一些遗憾 如果今天我想做什么 我想要去哪里玩也好 或是我想吃一顿好吃的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就是想要赶快的 赶快把它算是完成 不要说一直拖 拖到后面就真的会变成遗憾 因为这是我常常在往生者跟家属之间听到的一些话 比如说等于说家属 他可能就会跟往生者讲 讲说早知道我就带你去健康检查 或是早知道我就带你去出国玩 早知道怎么样怎么样 早知道我就多注意一下你的身体 或注意什么什么的 他们常常都是讲早知道 对所以这句话影响我很深 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我不要像这样子 就等离开之后才发现说 我有好多事情都没有做 那这个行业对你的心理状况来讲 它带来的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 正面的多 正面的多 对 我一开始其实很负面 对 对我只要看到家属哭我就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哭 就觉得可怜 看他哭我就哭 当然 对那哭到后面我就觉得说 好像有一点什么东西进入到我的心里面了 我就会看他的故事 比如说听他们讲的话 然后看了这个亡生者的故事之后 我就会开始慢慢一些想法进到我的脑内里面 我就会开始想说 我就是可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或是有什么状况我自己要注意一下 然后甚至对家人的部分 我也会比较丧心 比较不会像以前那样子 就是好像都可以这样都无所谓这样子 比较积极了 那是负面的部分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后面是不会的 现在对你来讲 这个工作对你带来最大的负面的是什么 负面 我觉得是身体吧 身体比较劳累 太忙了 对太忙了 我就觉得变得没有时间好好地照顾自己 对跟你前面讲的正面有矛盾了 会有一点 我们不要这样逼迫自己 对 不要这么 最近我太忙了 我觉得不可以跟律师讲话前后矛盾 所以到底是怎样啦 到底是你相信那个正面的 还是我觉得最近这个负面的比较大 我觉得最近啦 最近这个负面比较大 所以要放松 要保护当下 对啊 不要早知道 对 没错 这个听起来 这个结尾真的不太好 你知道吗 好 所以呢 其实对你来讲最大的负面就是 可能这个工作 但你害怕的情绪没有了 对 对不对 害怕比较没有了 然后对你来讲 你当你现在 刚开始结束这个工作 比较恐惧 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做 到现在为止 你对于生跟死这个界限来说 就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开玩笑说 活人比死人还可怕 对 通常是这样 你不要对讲的那么快 听的都是活人好不好 这个你突然讲对 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对 活人比死人还可怕 因为活人其实很多的心机啊 很多 很多 就害你的不见得是死人 可但绝大部分都是活人嘛 对 所以 当你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现在看到 往生者的时候 你的念头是把它当做一个 什么样的对象在服务 是说 他是个物体 还是他其实还是个人 他还是个人 只是他没有呼吸而已 他没有讲话 没有呼吸 但还是个人 对 那对你来说 那个恐惧的情感 已经比较不在了 比较不在 但压力还是会在 那个压力来自哪里 对 还是会希望把它弄得 比较漂亮 就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对 不够好 的压力 对 现在20年了还是这样 对 那你接下来有想要 转行的打算吗 就做到不能做位置 不要吧 这样好辛苦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 这个行业是你真心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领悟到太多了 就是一般职业 我没有体会过的感受 那你会鼓励 没有啦 你毕业到现在 也就主要就做这个职业 对啊 对 所以不然你来做律师的话 感受会更深 肯定完蛋 不会 那你会鼓励 就是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 来做这个行业吗 鼓励啊 但是千万不要跟我 一开始一样为了钱 对 可能会失望 对 会失望 会失望 OK啦 OK啦 就是收入OK啦 但是当然就是你要付出多少 然后你要克服的心理压力 有些创伤 有些人格特质 不见得符合这个行业的 那就会比较辛苦 对 所以今天 我觉得你能够这么的优秀 一定是由你自己很符合 这个工作的人格特质 比较龟毛一点点 我觉得我有一点 然后也比较感兴 我觉得久了以后 你可能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是不是 还可以 有啦 据说你有比较 你本来比较内向 通过这个工作之后 有改善一些 对 改善非常多 好 各位 如果觉得自己人际关系太自闭 可以考虑大体化妆 我这个讲不下去 这不太对 好啦 今天谢谢安琪来我们节目 谢谢 好 希望你写更多的故事 来告诉我们 生死之间的哲学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给我们下周见 带你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